如今的社会,不像以前的社会了,很多人总会把一句话挂在嘴上,现在已经不是以前了,不是那么封建了,清朝已经灭亡了。 正是因为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影响,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女人可以不守妇道,即便是女人已经结了婚了,但是女人还可以去外面追求自己的爱情。 可是这并不是多么光彩,虽然人们心里面想着需要自由,需要快活,可是还是不喜欢被别人指指点点,所以在外面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偷偷摸摸的。 因为对方和别人在一起总是偷偷摸摸的,所以很难被别人发现,有一些男人还被蒙在鼓里,其实已经被对方送了绿帽子。 那么,男人们就要懂得从女人的身上去观察,一般情况下,一个女人如果偷人了,那么身体上面就会留下一些痕迹,懂得观察女人的身体,就会一目了然。 一,随随便便,一个女人如果身体上带有的随随便便的,这个女人平时受到别的男人的猥亵的手,女人也不反抗,女人反而觉得非常的享受。 那么,这样的女人肯定不自重,正因为在外面和别人已经习惯了这种动作,所以,面对这种行为的时候,才可以如此地享受。 所以说,如果你发现一个女人和别人拉拉扯扯,这个女人是非常的随便的话,那么这个女人在外面肯定偷人了,而且偷的人还不只是一个人,可能和这个人拉拉扯扯,也正是证明了和这个人有一腿,这个人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。 其实在这一点上,我们应该清楚,一个人如果本本愤愤的话,是特别自尊自爱的,不会让别人触碰自己的身体,不会那么地随便的。 因为,当别人触碰自己身体的时候,这个人会觉得别人不尊重自己,所以才跟这个时候会非常的生气。 二,喜欢打扮,一个女人如果在外面偷过人的话,就会喜欢打打扮,因为女人觉得自己非常的有魅力,觉得自己吸引到了外面的男人,所以才会越来越喜欢打打扮。 而且有的时候这种事情也是会上瘾的,如果你在外面已经通过了一次了,那么在以后的生活当中,你就很想再有一次,因为你觉得这种事情非常的舒服。 你也会觉得这种事情特别的刺激,而且当你经过了一次没有被抓住之后,你就会觉得第二次也不会被抓住,所以会变得更加的大胆。 一个女人如果是安守宫定的人,那么这个女人就会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,而不是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,一个女人如果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自己的身上,说明这个女人只是看到了自己,只是为了让自己快活,所以才会如此。 我们并不是觉得打扮得好看的女人就是错的,但是如果一个女人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涂脂抹粉上面,那么这件事情就不正常。 就像有的女人从来都不会去工作,只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漂亮,然后做一些不正当的一些交易,那么这样的女人是不是一个偷人的人就不言而喻了。 三,卖弄风骚,有一些女人穿得非常的性感,经常风骚。 我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,我遇见过这样的一件事情,有一次我去小吃街吃东西,吃完东西我就回学校,在回学校的路上,我看见了有几个女的站在路边,大概有十几米站一个,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要站在那里,我还以为对方在等人。 可是奇怪的是,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那边等人,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是有活动的,所以一直等。 后来我又看到了一个跟着一个男人进了一个屋子,这个女人在看见这个男人的时候扭着屁股,然后把自己的衣服拉低了,表现出来特别低俗又妩媚,这次活脱脱地勾引。 从那以后我才知道,原来这些人都是不正当的一些人,穿得那么的暴露,就是为了勾引别人,就是为了让别人交费。 其实我们在网络上面,也看见了一些人,穿得非常的暴露,虽然大家在评论区都在夸,但是一旦有一个人跳出来说,这样穿不正常,那么大家都会说,你酸了吧。 在这个世界上,并不是说,卖了风骚就是好的,就是被别人羡慕的,你就要去酸的。 这反而不是一种好的现象,会引导不正确的价值观,而且会让很多的人上当,并且也毁了世界的三观,这种现象是老师需要去抵制的,因为这种现象是比较低俗的,甚至是违法的。 我们可以让自己很漂亮,但千万不要让自己迈入风骚当中。 爱你的女人,会把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给你。 不爱你的女人,想到的只是自己。 当一个女人爱你的时候,她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的身上。 但是当一个女人不爱你的时候,她并不会在意这些。 爱你的女人,和不爱你的女人,会有着很大的区别。 爱你的女人,会和你一起承担责任。 不爱你的女人,在乎的只是自己的利益。 当一个女人不爱你的时候,那么她自然会把情感转移到别人的身上。 爱情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,好的爱情,能够让两个人长相厮守,不好的爱情,只会让两人之间的感情发生变化。 现在不像以前,人们的思想方式会比较的封建,说到出轨,人们想到的第一个反应,肯定就是男人。 但实际上,很多女人的思想方式都比男人更加的开放。 当一个女人偷过人后,身上会留下以下痕迹,擦不掉的。 一,毫无征兆地发脾气,一个女人之所以会失望。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你的意见越来越大。 当一个女人开始对你毫无征兆地发脾气的时候,最根本的原因无非是因为不爱你。 因为对你的意见越来越大,所以才会和你有很多的矛盾,一个女人之所以会发脾气。 其实只不过是因为鸡蛋里挑骨头,开始嫌弃你了。 细节是掩饰不住一个女人对你的爱的,如果一个女人不爱你,那么她对你也会满是挑剔。 当一个女人开始把自己的感情生活寄托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,那么她对你的情感就会开始发生改变。 当一个女人爱上一个人的时候,她们会心甘情愿地付出,但是当一个女人不爱一个男人的时候,她会变得冷漠。 当一个女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之后,她常常会用责怪别人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错误。 二,习惯性的撒谎。 当一个女人开始对你谎话连篇的时候,一定是不爱你的。 习惯性的撒谎,到最后就会成为一种习惯。 当一个女人外面有人的时候,她也会开始变心,因为对这个家没有眷恋,所以才会和你有很多的矛盾。 当一个女人开始热衷于打扮,那么就证明在这个时候,她对你的感情也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,因为它需要引起其他异性的注意。 如果一个女人开始对你撒谎,那么她或许会有很多的秘密,甚至不愿意告诉给你。 当一个女人开始变得鬼鬼祟祟,处处都提防你的时候,那么也就证明她对你已经没有了感情。 因为不爱,所以才会害怕坦诚。 女人若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,她就会满眼都是这个男人。 但是倘若不爱,那么态度也会变得越来越敷衍。 三,对于家庭变得不负责任,在家庭生活中,基本上都是女主内,男主外。 所以很多家庭生活的琐碎,都需要一个女人来承担。 当一个女人的重心开始偏移的时候,她的关注点也不会放在家庭生活当中。 一个对家庭负责任的女人,会时刻关注家庭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。 一个对家庭不负责任的女人,只会图自己的快活。 当一个女人放着家庭不管不问的时候,那么就证明她不愿意再和你共度生活。 在这个时候,男人也要学会及时止损,不要去纠缠一个女人。 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,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难守护的就是人心。 一旦一个人开始有了背叛的想法的时候,你们之间的感情也会逐渐发生改变。 女人的婚外情和男人的不一样,女人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感性的,但是男人在现实生活当中是理性的,一个男人之所以会发生婚外情。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无非是想抱着玩一玩的心态,但是一个女人之所以会产生婚外情,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心动。 其实男女之间的爱情很简单,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爱你,其实可以通过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证明。 但是,在感情生活当中,忠诚是最基本的,两个人既然选择了在一起,那么就要学会彼此信任,和谐相处。 如果在一段感情生活当中,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,那么两人之间的爱情也会变成一场空。 当一个女人一旦变了心之后,那么很多东西都会覆水难收,作为男人。 面对这一点,我们也要学会甄别,因为只有找到一个真爱你的女人,才能够得到更多的幸福。